東西都會放在我們的Porto裡面的教材 所以你會發現從那個第一次上課 我們是APP這邊第幾次 雲端剪輯 然後這個從第三次吧 開始就講到有關那個 就是製作手機APP部分 那每一次每一次 另外雲端白板連結在這裡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從這邊點擊雲端白板 一樣可以連結到我們上個禮拜上課的東西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東西在這邊 所以相關的教材 還有就是說可能你需要用到的程式 這上面都有 那我們上個禮拜最後是有講到有關 怎麼樣把它改成所謂的動態顯示相片 那所謂的動態顯示就是說 你其實不需要為了說你有很多的相片 你要做很多個頁面 假設有四張你就要做四個 你這個地方的話其實可以不需要 其實你只需要一個 可是你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呢 就是你要把你中間的這一個 顯示的一個圖檔的這個元件 把它命名啦 比如說我們把它取名叫PIC啦 這個ID部分主要是它的ID 一定要重新取名稱 另外的話有上一頁跟下一頁 也可以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細節部分的話你們也可以參考 一下那個我們第三次 第三次的這個程式說明 其實呢相關的內容都在這裡 那我是把它放在比較偏下面的地方 可能在比較下面動態的部分 動態程式部分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之前本來是利用那個 就是用增加那個 頁面的方式 那現在的話就不是啦 我們就是這個 這個清單的部分把它刪除 我們就不是用清單了 因為之前那個清單是1234 分別連到不同的那個頁面 那現在的話改成動態的話 這個把它刪掉 裡面的話呢就增加元件 那增加哪些元件呢 包含就是說呢 你可以先拖拉第一張圖 也就是把那個圖拖拉到這邊 那因為它太大 可以把它縮放 變小一點點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ID部分改一下 這個畫面這邊都有 所以可能注意一下 然後呢 再來上面這個Back跟NAS 本來是Home 把它改成Back好了 那裡面更改 一樣啊 它裡面的那個圖啦 還有那個名稱 另外就是把它的ID變更 Back的話也許是什麼 ShowPeeve NAS的話呢 就是ShowNAS 那這一些 大概就三個東西 做ID的設定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把什麼呢 把程式部分呢 貼到什麼 head的上面 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段程式啦 那裡面基本上 我上個里面有提過啦 其實最重要的齁 其實齁 就是 先註冊 這上面有註解 其實這個兩個斜線 註解就是註冊事件 意思就是說呢 當我按一下哪個按鈕的時候 它做什麼事情 那裡面當然包含一個 一個VAR是宣告 什麼變數 變數名稱的話呢 Index等於0 預設等於0 也就是說它的 它這個後面Array 正列一定是0開始 0 1 2 3 那當我點選 ShowPeeve的時候的話 它會去抓什麼 上一張 那從0 1 2 3 4 在那邊變化 那撰寫方法部分呢 其實就是 它當它點擊的時候 會去執行 對應的程式 像ShowPeeve 這個地方就有個方選 那方選在這邊 實際上就是方法 那做什麼呢 減減 把這個index 指的是索引值 那減減的意思就是 就是index減1的意思 就是把它減1 如果減1之後呢 假如是小於0 比如說第一張是0 那0如果減1的話 那當然0減1就變負1了 那負1 剛好 如果這個條件 為true的時候 那就是執行後面這個邏輯 index等於3 有沒有 0 等於負1了 減1之後負1 就變成3 然後再減1就變2 再減1就變1 再減1就變0 再來又變負1又回來 所以它會無窮的循環 那加加剛好顛倒 所以底下的程式 剛好就加加 加加的話就是index等於 index本身 加1存回去 OK 那一樣啦 如果說它等於3 3之後加了1變4 沒有4怎麼辦 就把它改為0 意思就是說 再回到這邊 就下一張的話呢 就0 加1 1 2 3 這個是它的編號 所以實際上 透過這個index 可以去做一些資料的 那個所影值的變更 那最後當然 我們會有一張圖 是放在index 這個資料夾 這個是叫資料夾名稱 裡面呢 去抓到 這個上面的 這個什麼呢 上面的這個陣列 第幾個有沒有 它就把資料抓過來 串接之後呢 放在我們PIC 這個原件裡面的 那個屬性 的那個部分 它就會自動把圖抓過來 所以程式裡面大概是這樣 當然有些地方 如果你暫時呢 一下子 沒辦法 完全理解 至少你可以先把 這一段程式 貼來改就可以了 基本上 這一段程式呢 就是用來做 那個下一頁 下一頁的動作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那個什麼呢 左右換頁 因為後來同學有問到說 如果我要向右撥 向左撥 可是問題來了 那向右撥 這怎麼寫 其實你只要加 這一個是向左 這一個是向右 但是會有個問題 你必須要把那個 我們之前的那個 所謂的JQuery Mobile 的那個版本 要更新到1.45 那1.45 我之前講過 就是你直接把 這一段程式 其實貼上去就可以了 這邊 但是 如果你在那個 我們JQuery裡面 製作的時候 沒有問題 因為它沒有封鎖 對外連結 但是 這邊 後來把那個APK 如果你要轉成APK的話 如果你要丟到什麼 丟到那個 PhoneGap網站的時候 它會有個問題 它 如果這個裡面有 對外連結 它會幫你封鎖掉 所以這邊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如果我裡面有一些 對外的連結 只要是什麼 HTTP 連到哪裡的 對外部的東西 它一律 如果用透過PhoneGap 幫我打包 下載下來的APK 一律會失效 這個當然 我想了很多方式 在網路上也找了蠻多 看有沒有可以解決的方法 我後來還是發現 這個PhoneGap不支援 對外連結 這一件事情 似乎無法解決 網路上好像也沒有人 有什麼比較好的答案 所以 你可以換另外一個方法 也許 我們假設說 不用PhoneGap網站 幫我打包 成APK的話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藉由另外一個方法 不過這邊可能要安裝另外一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免費軟體 也許這個軟體 基本上它是微軟的一個軟體 它叫Visual Studio 2017 那這個軟體的話 目前就有個免費的版本 那我只要安裝它其中有一個功能 它就可以幫我很快的轉換出我要的那個APK 所以這個方法可能會是比較簡易的方法 但是安裝這個軟體 有個缺點就是它要安裝得很窮 所以我剛剛趁那個下課中午下課時間 我已經預先安裝好了 那你們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先到哪裡呢 先到那個雲端上面 看一下 有一個在那個什麼 APP設計裡面 它的那個就是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02APP設計的下方 這邊會有一個叫做VS community.exe這個檔案 那請各位就是先把它下載 community 那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我們待會可以用這個來做安裝 那你打開它 下載之後把它打開 執行它 那執行的時候 特別注意 它一樣會像那個一般安裝程式的畫面 那你就只需要裝一個東西就好 其他都不需要裝 你只需要在哪個地方做安裝呢 記得就是打開這個安裝畫面 反正它會出現是否繼續 然後會跑一下 跑完之後的話呢 它會有很多地方讓你打勾 那你只需要呢 在一個地方打勾就可以 其他都不用打勾 因為我們只需要利用這個軟體 它裡面的一個製作什麼呢 製作手機APP的功能 那其實也不需要用它來做 我們其實只是什麼 只是要用它的功能 去做什麼呢 做幫我打包的動作 那那個部分的畫面 這個可能要重新啟動 剩下安裝 這個 因為我已經把它裝起來 你們等一下 先試著把這個下載 然後待會我們 我看有沒有其他畫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先把那個上禮拜的部分呢 稍微看一下 那我等一下再講一下有關那個 怎麼樣做Visual Studio 2017的安裝 這個版本 就是我剛剛這個叫Visual Studio Community 這個版本是免費的版本 那底下兩個版本是要付費的 所以這底下兩個版本可能有適用期的問題 那但是安裝起來其實很多項目是一樣的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跑了 因為這個安裝要需要一些些時間 所以我怕到時候裝太久 所以我先預先把它裝起來 那我用底下這個來做demo 其實點這底下的安裝 將來你上面會有個安裝 我先用這個來給各位看 那實際上你點進來之後 你其他這些都全部不要打勾 你只記得只要打勾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那個名稱叫做什麼呢 特別注意 關鍵字大概拖拉往下捲動 大概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位置 裡面會有一個使用JavaScript 進行行動開發這個 實際上就是這個 利用它也可以幫我打包成APK 那它主要可以用什麼 其實就是用那個Cordova 這個Cordova其實就跟FoneGap FoneGap是由Cordova所衍生 出來的一個技術 裡面這些全部都打勾就對了 也就是說你們待會兒點選記得上面的那個community 最上面那個 然後點進來安裝之後 選這個就好了 那選完這個之後 它可能會缺選用的元件 那我乾脆你乾脆 如果不知道選哪一個 乾脆把這些全部打勾 這樣子的話就一勞永逸了 不過呢 它安裝的大小 其實非常的嚇人 會需要安裝25GB 所以25GB多大 反正其實相當大就對了 然後呢 所以會裝的比較久 那你就直接按下安裝 它就開始跑了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跑過了 所以它跑完之後 它會出現重新啟動的這個畫面 那因為我們這邊電腦有還原了 所以如果重新啟動的話 那完蛋了 等於剛剛裝的又要白裝了 所以不要重新啟動 那我後來發現 不用重新啟動能不能跑呢 基本上也可以跑 有沒有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Visual Studio 它如果裝完畢之後呢 會在我們的程式期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個什麼 Visual Studio 2017 那待會兒的話 其實只要利用它 就也可以不需要丟到PhoneGAP的網站 就可以幫我們把那個 我們之前寫的那個網站 幫我轉換成AP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要先請各位 先試著把它安裝起來 反正記得 剛剛的重點 第一個 先打開那個Vis Community 第二個的話呢 記得就是把它執行起來 執行起來之後的話 記得就點選那個 它這邊有一個安裝了 不過我是因為上面這個安裝過 我用這個 那記得就是 捲動到大概三分之二的位置 這邊捲動到三分之二 把這邊的這個 使用JavaScript進行這邊打勾 這邊也全部打勾 按下安裝就可以了 安裝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可能會跑比較久 那如果說大家一起安裝 我怕會裝得更久 不過先試試看好了 因為如果有這個Visio Studio來幫我轉換的話 很多事情會變得比較簡單 那它的好處是說 那我們就可以不需要使用那個Fone Gap 也可以幫我轉換成APK 而且之前那個意見回覆 本來看不到的 現在也看得到了 而且以後如果你要把什麼YouTube啦 把Google Map啦 把所有網路上的服務呢 通通加到你的APP裡面呢 也變得非常簡單 所以以後網站變成APP 再配合Visio Studio 甚至未來如果你要把你的手機APP上下的話 其實也都可以利用這個Visio Studio 它可以幫你轉換之後丟上去 所以這個Visio Studio其實還蠻 這個蠻好的一個軟體啊 記得是裝那個community 你不要裝其他 因為你裝Enterprise跟下面的professional Enterprise是企業版 professional是專業版 這兩個好像會有安裝的期限 我記得好像它有試用期限 好像是90天還是多少天 那community沒有安裝期限的限制 那我們使用這個Visio Studio來轉換之後 就不會有那個Fone Gap 它會讓你外部連結失效的問題 所以這個當然主要是利用這個Visio Studio來做 不然的話實在是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可以解決那個Fone Gap 它把你的對外連結封鎖這個問題